年夜饭的第一道菜,愿您心想事成,喜欢的记得收藏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猪心,然后在中间片开,不要切断 用清水把里面清洗干净,然后冷水下锅,加一勺料酒去腥 烧开以后,撇去浮沫,煮三分钟 捞出来用清水洗净,锅里再添水,下入猪心 加大块葱姜,香叶干辣椒,再来点料酒,加入盐增加底味 烧开以后,咱们倒入高压锅,家里没有高压锅,就煮一个小时 高压锅上气,压十三分钟,然后把猪心撕成小条 加小葱段,香菜,红椒丝,蒜片,干辣椒段 锅里加一勺辣椒油,烧到冒烟,盛一勺,浇到辣椒段上 迅速盖上锅盖,焖两分钟,把香味焖到猪心里 然后加辣鲜露,一品鲜酱油,陈醋,香油,白糖,味精 翻拌均匀即可,口味鲜香微辣,下酒下饭 要是学会了,记得给老弟来个双T,感谢支持